君嫂刚被央广军室盖章就亮亮,祝福刚发就删掉,网友,原因何在?女明星张新宇8月5日在个人微博公布了自己的婚婿,成为一名光荣的君嫂,受到网友热赞。 张新宇丈夫和杰是来自武警部队的反恐精英,被战友评价为领男友憨苦,敌人皆丧胆,在大家的影像中,嫁给军员是非常需要勇气的事情。 张新宇为什么会选择军人?她在微博中给出了答案,只有一个原因,嫁给她,嫁给爱情。 不少网友都直言,这回张新宇的婚姻,绝对不会出什么意外了,毕竟张新宇的婚姻是军婚,军婚可是受到法律重点保护的,而且从张新宇个人的发案也能看出,她与丈夫两人的感情之分要好。 可见这回张新宇是真的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了,难怪网友们都纷纷为其送上祝福。 据悉两人是在录制《神犬骑兵》的期间解析的,那是和杰承担张新宇、江朝、沙依等明星的向导嫁瓜。 张新宇曾找和杰剪短头发,和杰获悉。 主动类这个有本性的女孩剪去了许了六年之久的长发,在训练中受伤后的张新宇一声不吭,要不是教官发现她的伤带她去病院。 这姑娘一想还要死冲下去,最值得一提的不是诸多明星们的祝福。 郭德康,易烊千禧等人分发封上祝愿,而是杨广军是转发微博并且评论军嫂。 你好,这下可是惊呆了众多网友啊,毕竟一个明星能够得到国家官博的认可,还是军方的,真的不多见,让网友们纷纷在下方留言祝福。 但是好事不成,央广军事就把微博给删了,不只是出于什么原因,可能没想到这件事能够引发这么大的轰动吧。 于是就有不少网友宣称尴尬完张旧亮亮,能够说当今这对小情侣,被受天下国民注视了。 要说张心雨以前的头碑和评估却凿是挺差的。 不过张心雨和和杰成婚以后,风平一会儿旋转了,很多网友都显露对张心雨路人转粉,由于这一对小情侣的情感太甜了。 当军嫂难,过程太辛苦,不管是感情肉体还是心理,都要承受别人多很多,这些军嫂的难处,即将是张心雨要面对的。 但是,相信张心雨在做决定的时候,这些都充分考虑过了,她就是做好了这些心理准备才嫁给和杰的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